您见证收听的是由谢涛播讲阿詹制作的听世界战国第五季各显神通 欢迎您关注谢涛的微博随时留意故事进展 在新浪微博上寻找谢涛微博 或加入听世界听友群群1 12130 6944 群2 12130 6466 加入听世界与同好分享历史的精彩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 听世界 赵阔以齐国的俘虏为突破口 善待这些被俘的人员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而且有人想回去临走还赠钱赠粮的 终于有人挺不住了 人心都是肉掌的 硬瞧硬马拿刀剑砍那是没几个人服的 但是唐一炮弹甩过去很容易就会有人被融化的 有些齐国俘虏终于挺不住了 开始透露一些城里的情况 确实 麦秋城里 粮食已经不多了 城外的粮道已经被赵军切断了 而城里的粮食全部被齐军还有墨家子弟控制了 百姓早已断粮了 之前吧 还按每家每户每天一小把粮食来分配 但实际上真的分到百姓家里的已经没有了 城中已经开始有人吃死人肉了 按目前这种状况 齐国人守城的时间了不起只能按月来算了 时间一切都是时间 时间才是赵说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自己的期限就是一个月 强攻的方案被彻底否决掉了 道理很简单 所谓困兽犹斗 哀军必胜 必须从另一方面找突破口 他听从了自己儿子赵阔的建议 把手下所有的俘虏通通放回城 而且每人发一袋粮食 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多 只请他们回去说 只要肯出城投降 保证人身安全 饭管饱 这些俘虏那是打心眼里感激啊 捡了一条命不说 自己家里人还有粮食吃了 其实所谓的俘虏 说到底也就是农民 一般的百姓而已 人人都不想打仗 况且打了这么久了 大家伙都忘了 到底一开始是为了什么打仗了 于是后回到城里 舆论就开始疯传了 说是城外的赵军客气得很 给饭吃 还送粮食 城里的百姓早就已经饿得眼冒惊心了 不过对这些俘虏说的话 还是将信将疑的 毕竟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嘛 不过这种情况没维持多久 很快他们就彻底信了 因为这些百姓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城外的赵军不再敲锣打鼓的挑战了 也不强行攻城了 攻城用的投石机 也不再向城里扔石头了 扔进来的换成了大口袋装的粮食 每一天赵军都会准时空投一些粮食进城 然后回营 休息 第二天来了 再投 这一下轮到守城的齐军慌了 咦 这些可恨的赵国人是干什么呀 你这不是明摆着动摇我军心 动摇我民心吗 于是齐军将领下令 扔进城里的粮食 任何百姓不得拿取 为者斩 然后命令手下的军士 把扔进城的赵国人的粮食 统统扔回城外 一边扔 一边组织兵士 在城上大声呐喊 赵国鬼子 要打便打 要攻便攻 你们既不攻城 又不撤军 还望城里扔什么粮食 这黏黏糊糊 唧唧歪歪的 算是什么 是男人的 有种的 咱们刀枪相剑 可是城下的照顾人 就像耳朵聋了一样 只管扔粮食 根本不回话 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齐军恼羞成怒 骂着骂着 三字经啊 人家的祖宗八辈啊 都给请出来粮快了 可赵车还是不管 依然不打 继续向城里执着地扔粮食 麦秋城内的百姓 那叫一个着急呀 肚子饿得咕咕响 死人肉都开始吃了 扔尽的粮食 齐军将领居然不给拿 不准吃 甚至还发生了 有百姓偷偷去拿这些粮食 被齐军当场砍头的事情 百姓们恨得牙齿痒痒啊 终于有一天夜里 城中百姓化变了 趁着夜色和火 杀死了齐军守城的将领 开门投降 赵车轻轻松松的 几乎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了 久功不下的麦秋城 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对于正常的人来说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对于麦秋城里 处于饥饿状态中的人们 每一分钟都很难熬 赵车的宝贝儿子赵阔 正是看穿了这一点 与其强功 不如让他内讧 从麦秋城之战来看 其实赵阔不完全像是 后世人所说的那种 一文不值 傻力傻气的将领 还是那句话 事情必有因果 在后来的长平之战里 赵王敢于把赵国所有的精锐 都交于这个人手上 那不是偶然的 也绝对不是因为 听了别人几句美言 就会这么做的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 看待一个人 要客观 公平 任何以偏盖全的心态 都是不公正的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集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 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它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